黄石国家公园是美国第一座国家公园 它位于怀俄明州蒙大拉州和爱德河州的交界处 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国家公园之一 它因独特的地质奇观 丰富的野生动植物 地热资源和壮丽的自然景观而闻名于世 2023年的9月我们用6天的时间 从湾区出发坐飞机飞达沿浮城 租车自驾 再次对黄石国家公园及周边 进行了一次美妙的深度游玩 我们再次被它的美景所震撼 我们希望我们的镜头 能留下所有的美景和美好的回忆 并把它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随着我们的镜头来一起游玩 从黄石金门开过来 我们现在继续行驶在前往黄石公园蒙马温泉区的路上 蒙马温泉区是世界上以碳名的最大的碳酸岩沉积温泉 它是一个大型的温泉中和体 是随着数千年来热泉水不断冷却和碳酸钙沉积而形成的 其景观以石灰石台阶为主 也称热泉街区 它可分为上台地和下台地 上台地有一个停车场和一个overlock 就是看景的地方 下台地有三个停车场 我们是准备开完下台地 下台地的停车场到了 这是三个中间的一个比较大的 车还比较多 人也不少 我们很幸运的找到了一个停车位 从停车场这边就有一个木形的站道 通往景区 这里的景色非常震撼 美不胜收 我们徒步了整个上台地和下台地区 大约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现在就请大家随着我们的步伐一起游玩吧 这个阶梯台地景观好漂亮哦 有白色和土灰红色组成 这里叫pilot spring 就是调试版温泉 温泉应该在这个台地的顶部 我们现在在下面应该是看不到的 都会爬上去看 这就是随着这个温泉数千年的流下来 和碳霜盖沉淀形成的这个台地 漂亮啊 你走吧 你看见了呼噜呼噜吗 你看见了呼噜呼噜吗 这就是我们刚才在下面看不到那个顶的这个顶部的这两个温泉了 这两个温泉也非常漂亮 周围是色彩斑斓了 中间的这个泉水非常非常的蓝 这两个泉沿就有些像缩小般的大冷静 这两个泉沿就有些像缩小般的大冷静 这里是我们转到了台地的中部的一段景区 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咕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南泉好白好漂亮哦 现在我们登上了蒙马温泉区的上台地部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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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